警方在森林里发现一具白骨 死者死亡时间久远 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 只能等待进一步尸检 如果不是接到匿名报警 对方在遛狗室发现了白骨 这具白骨依旧会埋藏在地下无人问津 第二天 警方又接到一位遛狗室名报警 对方说明天会有人抢银行 准确报出了地点人数以及领头人 领头人是警方一直通缉的大宝 说完便挂了电话 出于大宝牵涉诸多刑事案件 警方安队抱着试试的心态去蹲点 结果大宝还真来了 只要大宝他们进银行 警方就会理应外合捉拿归案 就在大宝准备进去时 他突然接到那位遛狗室名电话 对方让他迅速撤离 有警察 大宝赶紧回头观察 果真发现一场 迅速开车逃离 接着室名给了他详细的逃跑路线 安队赶紧去追 结果跟丢了 安队无奈只能继续调查那具白骨 通过法医叙述 死者是名女性 多处骨折 推断生前是被活活打死 接着双手被反绑埋在了地下 安队立刻着手 翻找18年前的档案 初步确认死者叫素梅 并将目标瞄准素梅未婚夫 23年前 有人看到未婚夫拿刀说要杀了素梅 后来素梅就真的消失了 安队和搭档找到了睡觉的未婚夫 可怎么喊也喊不行 因为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 安队只能到一旁泡面 搭档留在床边等未婚夫醒来 未婚夫趁机拿起酒瓶 接着安队听到枪声 就看见未婚夫逃跑了 安队一口面没吃上就赶紧追了上去 未婚夫赶紧开车逃跑 结果在路上和遛狗市民发生车祸 安队和搭档上前查看市民情况 并送往医院 等到市民醒来 安队直接一顿输出 面熟啊 我是不是见过你 是不是吸过毒 我是不是逮过你 搭档看不下去了 人家见义勇为 你搞这做什么 结果这个市民骗搭档要上厕所 转身躲进一间办公室里 安队找医生了解市民情况 得知他叫陈浩 被称为神 但很早以前大脑严重受损 导致脑功能局部坏死 而且在不断恶化 这时陈浩操作起了电脑 就在医生要查陈浩个人资料时 他的电脑被黑了 安队开始对陈浩起了疑心 搭档这事前来告知 陈浩不见了 陈浩回到家里 此时门被敲响 开门就被大宝手下拿枪抵着 陈浩和大宝谈合作 大宝一开始看不起他 直到看见陈浩满屋子的设备 立马抱大腿 殊不知入了陈浩圈套 安队抓着未婚夫来到案发现场 可未婚夫并不是凶手 安队只能试图从塑梅物瓶里 寻找蛛丝马迹 终于发现了碎纸 他把这些碎纸一点点拼起来 是音乐家演出新闻 就在此时 陈浩设计让安队注意到 废弃的福利学校 安队意识到陈浩在计划着什么 白骨只是鱼饵 而安队则是咬沟的鱼 一个巨大的谜团等着他解开 安队带着疑惑 来到学校翻看各种档案 找到了陈浩和素美女儿的资料 还发现了大宝也是这学校的 素美女儿和大宝的坠楼事件 引起了他的注意 莫非陈浩的计划和素美女儿有关 就在和搭档通话时 陈浩黑了安队电话 和他说 天门马头有好戏上演 你不来看看吗 男人撕烂妻子的衣服 把他推倒在地 老婆想要逃跑 然后脱下裤子 不停去撞着老婆 表面温文尔雅的音乐家 背地里却是暴力的人渣 18年前的夜晚 素美在郊外等车 音乐家以搭便车的借口 把素美拉到了野地里 暴力殴打他 并抢了他 6年后 素美根据音乐家演出报纸 找到了他 当初不幸怀孕生下了女儿素希 如今素希生病 她实在没钱 只能向音乐家要钱 音乐家生气地给了5块钱 还说她是敲诈勒索 转身离开 刚走两步又停了下来 为了防止素美继续找她要钱 她活活把素美打死 而素希正好看见这一幕 音乐家把她抓住 和素美一起埋在地下 当她看到女儿还在动的手指 她心软了 把女儿送到了一所福利学校门口 这天 她在指挥乐团奏乐 发现乐团来的新人 正是素希 可音乐家没有认出来 还对她起了色心 回家路上 老婆说她发烧了 下一秒 提示音响起 音乐家立马拿过手机 看到素希要加她 她秒同意 老婆已经见怪不怪了 没有追究 第二天 音乐家单独培训素希 眼睛在她身上游荡 注意到她耳后的罗马数字 但没多想 手把手叫素希拉琴 还不忘开游 素希呼吸紧促 但她必须忍受 她要和陈浩联手扳倒音乐家 陈浩教她伪装身份 并且两人不能再见面 因为这是危险的游戏 素希说如果输了怎么办 陈浩说那就重来 可是哪有机会重来 这是拿命完啊 两人在地铁上被贴背 他们相爱却不能相见 只能紧紧地牵着手 十年前 被大宝打得大脑严重受损 素希心痛地看着倒地的陈浩 做了决定 晚上把大宝约来了水塔 素希对大宝说 陈浩要吃一辈子药 接着一脚踢掉栏杆 愤怒地说 你也要吃一辈子的药 抓着大宝一起跳了下去 音乐家正在吃饭 看到素希约她 立马就不吃 和老婆说去帮新人排练 准备起身离开 老婆失望透顶 每次来新人她就去偷吃 音乐家直接暴怒 把碗掀掉 痛骂老婆没完没了 穿衣准备外出 结果被音乐家推在镜子上 接着老婆想离开 又被推和山耳光 还被掐脖子 衣服被撕烂 音乐家不停宣示她的家庭地位 老婆不准忤逆不准反抗 只能绝对服从 事后音乐家来到码头 却没发现素希 被放鸽子的她直接暴跳如雷 第二天老婆被绑架 可对方没有伤她 直接离开了 安对把她带到警局里 询问案发经过 还贴心地给她披上外套 音乐家赶来后 装作一副贴心的样子 把安对外套掀掉 然后把自己衣服给老婆 还要强行拉她走 安对立刻制止了她 人家在配合调查 你先出去 音乐家依旧要强行带老婆走 直接发起脾气 暴力拉老婆 安对和搭档联手制服了她 结果她还要踹老婆 大喊警察打人了 安对忍无可忍破她咖啡 直接把她轰了出去 压迫已久的老婆 忍不住哭了出来 第二天 素希把音乐家约到船上 就在音乐家贪婪地 闻着她体香时 素希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舔狗苦追女孩十年 被放八十次鸽子 可她依旧不愿放弃 今天女孩终于答应了她 她看到素希正在打扮 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 倒杯红酒庆祝这个时刻 摸素希的肩膀 还碰她耳后的罗马数字 问她这是什么 素希说七百二十一 音乐家不以为然 贪婪地闻着她的体香 素希说七月二十一日 你杀死素梅的日子 音乐家还是没反应过来 她又说 1999年7月二十一日 你在郊外杀死了素梅 音乐家终于醒悟 认出素希是自己女儿 称从不后悔伤害素梅 还让素希做选择 要么做她乖女儿 要么把她埋回去 还说没人能证明她杀了人 给素希来的叶尔光转身离去 可音乐家又走两步停了下来 眼神凶狠 她决定返回去杀人灭口 拿起一把斧头 疯狂砸开传板 等音乐家下来后 里面的人却是陈昊 陈昊说 这个骗局是她策划的 完成这个骗局只需要一个条件 那就是欲望 而音乐家的欲望 就是自取灭亡 音乐家拿起斧头去砍陈昊 两人扭打起来 这时大宝拿着枪走了进来 让音乐家把钱交出来 在此之前 陈昊给爱抢银行的大宝洗脑 说现在流行洗钱 带她来到码头 还说那个音乐家是洗钱的 而且船里都是钱 听到钱 大宝就来劲了 音乐家感觉大宝莫名其妙 下一秒 大宝就给她来了一枪 安队听到枪声 大宝猛圈了 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骗 安队指着陈昊 这是你高中同学你认不出来吗 十年前用铁锹把她打成重伤 当天晚上 被素吸片上水塔掉了下去 摔成重伤医院里躺了半年 听到这 大宝终于恍然大悟 陈昊是来报仇的 准备拿枪动手 被安队迅速开枪打倒了 而音乐家已经悄悄逃了出来 陈昊立马抓住了她 两人再次扭打起来 陈昊像是八爪鱼 甩都甩不掉 原来她放了摄像头 把音乐家的一言一行都录下来了 这就是证据 安队与此同时 和大宝打了起来 被大宝连同几刀 安队赶紧开枪把她击杀 陈昊因为病情加重 不敌音乐家 被打成重伤 安队捂着伤口赶来 拿了块木板和音乐家对质 接着把她打趴在地 等安队找到陈昊时 陈昊已经快断气了 让安队带素吸走 可安队猛了 十年前素吸就已经死了呀 她想起医生说的话 陈昊大脑严重损伤 有时会分不清现实和想象 原来现在的素吸是陈昊的想象 而一直和音乐家联系的 其实是陈昊 也是她在船舱里揭发了音乐家 这时陈昊恢复清醒 让安队赶紧走 她早就在船上放了炸弹 安队前脚抓着音乐家跳进水里 下一秒船就爆炸了 事后 安队收到了陈昊寄给她的信 她承认一切是她做的 她找安队的原因 是因为十年前 素吸和陈昊到警局报案 可素吸年纪太小 讲不清楚母亲被杀过程和凶手信息 刚入职不久的安队便草草结案 如今她把所有线索都给了安队 希望安队可以重新结案